《燕子》 作者雪妃、朗诵、藤禅 《燕子》是一首精巧的诗 黑白的色素水墨般相移 素之一呼则显白 带之一呼则显黑 身段的大小是造化的妙笔 增之一分则显长 增之一分则显短 在清水的田里 时有一只两只轻巧的掠过 整个田园变成了一幅 嵌在琉璃筐里的画面 田的大小 好像是有心人为燕子设计的镜霞 雨润的清晨 天空蔚蓝明朗 垫线成了笔直的流线 三五只燕子 以黑色的骄傲和俊巧 清点一线间 自是安稳且悠然 黄昏的空中 黄昏的空中 偶见燕子低飞 这便是成居生活的一种恩惠 那是被沉澈了的活力 给每颗倦了的心 以新鲜和感动 或许你会觉得美中不足 燕子 燕子不会婉转地歌唱 但它本身不就是优美的歌吗 不 歌未免太铿锵了 燕子实在是一首诗 一首晕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那时 我正站在四楼的窗前 和你通着话 窗外蓝天 白云 绿树 还有青蜂子来 两只燕子 就从我面前 翩然而过 我惊喜地说 我面前有一幅 多美妙的画 其实你知道的 那一刻在我心底 已经有了一首 多么美妙的诗 这一切真好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子 过着再简单不过的生活 可是 因为爱 可以将日子走出 诗的画面和晕脚 是的 这一切 多么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栗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